一个基督徒不能在他的生命里享受喜乐和感恩 其实是一个潜伏性 但也很致命的属灵问题 当一个人进入到如此的情况中 他心中可能已经有了一些误解了神的信实和爱的地方 那灰心的状态是绝对会接着来的 其实对许多基督徒来说 就算是信主久的儿女 也是很容易到教会里领受了信息后 得着感动或侍奉上帝的 要一次两次喜乐和感恩也不是太难的事 可是要能尝喜乐和凡事感恩却是非常难办到的 而要在凡事上守住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是非常难的 感动其实来得快也去得快 因此使我们的心很容易的就进入世界里去了 那我们为何会那么容易的灰心 没有在信心里持久性的喜乐和感恩呢 其实原因就有一个 因为我们的生命里有对上帝还不信任之处 相信上帝和信任上帝是有所不同的 当一个人不信任上帝时 他是不能够很轻易的将一切交托给上帝 真正的相信是来自信任 只有当我们对上帝有信任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有不会动摇不容易灰心的信仰生活 那要如何恢复这个信任呢 首先上帝要我们与他和好 只有那样我们才可以享受最幸福的生活 那要如何与神和好呢 是要借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方式吗 当然这是会接着发生的 但主要我们看中的是一个信靠的心 我们不能因为外在的因素来信靠主 例如有成功 有结果 有祝福的时候 难是要打从内心的信靠他 因为当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内里的 那无论撒旦或世界在外面如何攻击我们 我们是不动摇的 例如工作的压力加重了 我们内里有圣灵的能力 若有忧伤的问题 我们内里有圣灵的安慰 若有好事发生了 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于看到了 主如何在此世上 此恩 因此我们里面的就会战胜外面的势力 我们里面的灵 必定要恢复对的眼光来寻求主 而这就从我们那不变的圣灵来了 他会给我们所需的喜乐 盼望 安慰等等 但这绝对要建立在一个信靠上帝的掌权和爱的心 灵心是因为我们一直往错的方向来寻求主 而认为上帝没有帮助 没有应运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确认在我们生命中的灵心 只会使我们更痛苦 更难受 而控告感也会跟着来 所以我们必定要解除这灵心的破坏性 那要如何解除呢 解除灵心所带来的控告的第一步 就是要与神立约 而立约的意思就是顺从神了 成神的工作要完整的话 我们一定要顺从上帝 其实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我们不顺从 很多时候上帝是叫我们不要担心 可是我们却是常常要动我们的问题 而得到更多的暗示 很多时候上帝是叫我们离开我们不圣洁的事物 可是我们不但不离开 而常常进到事态里去 还有很多时候上帝是叫我们等候他的时间表和精力考验 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等 那要马上得到答案 所以更多的痛苦会接着来 其实顺从上帝是最喜乐的事 因为顺从的喜乐是无限的 而一个人要在上帝的爱里才会顺从 而不是当他受到控告的时候 一个人是要面对上帝的时候来顺从 而不是当他逃避上帝面的时候 那我们不顺从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我们不知道要顺从什么 但其实我们通过主的话和圣灵 还有讲台的信息是可以知道的 第二我们逃避上帝的面 因为我们在受控告 所以与神立约要有两样事 首先我们一定要正直的打开自己的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 正直的向他承认 当以色列人献祭时 他们要从祭物中拿出所有的油 那代表我们要完全打开自己的心 把一切都放在上帝面前 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是根本隐藏不了什么的 第二我们要记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虽然我们对他有不信任或常常灰心的时候 可是上帝对我们说过 他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而他是不断为我们做工的 所以当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大爱时 我们会愿意死 而让耶稣基督居首位 这就是顺从了 愿意的心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祷告 叫上帝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灰心 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否愿意顺从神 跟神摔跤是无用的 我们是否发现 我们是无法抗拒上帝对我们的爱呢 上帝是会在任何的情况中爱我们到底的 所以只有当我们与神立约后 我们才会真正的眼对眼的看着上帝和他里面的大爱 要不然他的爱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知识而已 而立约之后我们要随时祷告与神同行 很多人误解了 以为随时祷告是很难的事 因为要一边工作一边祷告 要我们在日常工作的时候同时思想上帝是非常困难的 但这是我们常误解的地方 其实上帝是一个灵 上帝的灵就是上帝的个性 而他的个性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 所以随时祷告不是很集中的想上帝正在做什么 或希望他能做什么 然而是守住圣灵在我们心里 言语表情和日常生活中的九个果子 就像大卫所说的 在诗篇十六章八到九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我便不知动摇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弟兄姐妹 当我们可以在随时祷告中守住我们圣灵的九个果子 那么从天上各样美好的赏赐智智慧能力等都会自然的来到我们身上 当然我们也不完全也会有跌倒软弱或没有结出果子的时候 但主看的是一个愿意追求圣洁的心 而当我们继续这么做时 我们会慢慢成为一个真正的爱上帝爱人的人 我们也会更像月色和黛尼里一样 他们一生漫长的考验不断没叫他们灰心 相反的是叫他们更深的会信任上帝 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都能查验出灰心的地方 而在内心里与神和好 重新发现而恢复一个有盼望喜乐和感恩的心 祝保守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